你是不是有些花色 再自然一點也不行 好,3,2,1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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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來 我們來到 在哪裏提議搭力神機來玩玩曲影城 其實開車來USJ是方便 唯一一個不好就是 一個不幸運是那裏塞車 我們是否拍HELLO KITTY 這個粉紅色區域是HELLO KITTY區域 藍色就來到Sloopy 可愛 我們也拍Elmo 人們經常說來這個環球影城 頭皮是會曬傷的 真的嗎? 我現在要擔心 在停車場走過去 確實是有段路 但是日本的路 OK 在這裡 在這裡 哇,進來了 很久我進來了 我的英雄學員也有 那邊 所以 話說呢 我覺得我真的進來 進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竟然被我搶到 非常搶手的 就是 尼豆子 的口袋 超美 而且我覺得 非常適合我今天粉紅色的波衫 好,我都做了 哇,龜面芝甲的圓圓啊 我們現在放下東西 就準備玩我們今天第一個活動 咦?我現在來到這裡 Keep my bag之後 我發現拿下東西 又急速 加速又上升又降 又會傾斜 怎麼辦 喂喂,有離心力的 應該沒有的 應該看動畫而已 你知道我不行的 接下來就出發去我下一個 非常之期待的圓區 就是 我們現在呢 穿完這個煙通之後 我們就會變大 你感覺到我慢慢變大嗎? 剛才我走得要你緊 哇,這裡很涼爽啊 哇,你看看前面 我怎麼做到的 很厲害啊 整個我們平時打遊戲 整個都出來了 搭得出來 我終於來了,很開心啊 真的很厲害啊,真的很厲害啊 Easter Celebration Wonderland 就是到六月的 然後這段時間 都會有一些關於復活節的東西 就會進行 現在看到Hello Kitty 他們都出來了 這個這麼紛紛 這麼可愛的地方 我們就當然是拍照吧 我們來到Harry Potter的圓區 這個其實我很多年前來過 所以就算你看過 但是你再來呢 你都會覺得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買他們的魔法棒 大家就會看到有很多這些位置 有些人會無緣無故在那裡 拿著魔法棒 就不斷撩壁撩壁撩壁 但是其實呢 是真的有用的 只要你買了魔法棒 總之你念著咒語 然後做一些動作 它就會有些神奇的事發生 是怎樣? 這個是魔法來的 好 我們現在去玩 今次之路 我呢 是玩過的 我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如果大家想沒有這麼像 武力心靈 記得要脫眼 記得要脫眼 感受一下 我可以去玩 來到Stuppy縣區 我們還在玉莹居門 好像有長震撼了一陣 然後呢 果然 睡醒就肚餓了 所以我們在Stuppy縣區 因為他們現在適逢復活節慶典 那就是一個 復活節版本的spaghetti 這個是復活蛋 有兩個復活蛋 有bacon 有蛋 有cheese 有cream 讓我嘗嘗 薑汁是很夠的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平時我們吃的spaghetti 來到今天最後一站 也是上次我逗留了最久的地方 就是Millions的專區 Millions的圓區是有兩個遊戲的 一個是1500日圓 兩個都玩完 2500日圓 看爸爸當然是買給我玩 對嗎 第一個遊戲就是這個 Banana 這個香蕉 入到的 會有的 嘗試打直放 要打橫 有安慰獎 有個安慰獎 有信心嗎 支持中國 這幾年隻眼紋 好 好 好 有個安慰獎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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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去月環球拍成話 這次我們就選了一間酒店 就是最近我在這個YouTube搜尋 好像很厲害的新酒店 就是叫做OMO7 它是星夜集團旗下的一間酒店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非常高 而且價錢也不貴 這次我就是住最高的14樓 1413 我們就想看看房間是怎樣 它連卡也很有型 一進來它有一個圓坑位換鞋 我覺得很好 而且它也有寫明No shoes allowed 一進來就有肺臉 已經不錯 如果拉起來的話 就簡直是睡房 還有外面的圓坑位完全隔 一進來就有一個直角的窗 然後看著大板的景色 不錯 哇 通天過 你看到嗎 好美 這裡就是床區 然後我喜歡它的大窗 一直連貫整個檔 還有每一個地方 即是它都整了窗簾 你都可以下 然後呢 過來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梳化區 旁邊電視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梳洗區 鏡子有拆檔 那些在 旁邊有氣管配服 還有雪櫃 這裡有一個房間 讓我們抹一抹 這裡就是浴室 抹了一點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磚的配搭 挺個人的 這三個顏色 日本的洗手間來說算大 也算是可以轉得到 平時很窄的 還要電路馬通 當然 其實呢 樓下呢 是可以拿我們 即是一會兒浸溫泉的浴衣 但他們很甜蜜 已經幫我們安排了 拿上來 這樣就讓我們可以在這裡舒舒服服溫暖 就下去浸溫泉了 這間酒店呢 其中一個重點推介的活動 就是晚上 晚上呢 他們現在呢 就有一個叫做Pika Pika Night 請了一個元祖級的章魚燒來到 就只要是住客 都可以免發享用 還有呢 他也有一點飲品 那就是季節性的 他覺得當作運的 是有特色 然後他就會 給大家享用 今天是薑檸茶 好像很好喝 除了濃酒 其實這裡呢 就還有一個 大阪的手工啤酒品牌 你試不試一下 試一個 好耶 來到晚上這個Pika Pika Night 大家呢 就可以在這裡租借 這一種的燈籠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 這麼漂亮的庭園那裡 慢慢享受 章魚燒 手工啤 又或者薑檸茶 哇 舒適舒適 我們呢 就試一下這個 元祖級的章魚燒 他這一家呢 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沒有sauce的 他就是這樣 燒完呢 就已經入了味 好像很脆口 啊 好脆啊 好脆啊 這個手工啤 都很可疑啊 嗯 很有煎魚汁的味道 而且裡面的章魚汁 真的太大顆了 這個呢 外面呢 好像泡湖一樣 是啊 在酒店大堂的 這一邊 就是 溫泉 沒錯 這裡呢 就有個住客專用的 大眾浴場 那你看到呢 它的Locker是超可愛的 這個人剛剛浸完 對啊 尾巴車就比較壞 對 而且浸完呢 可以在這裡休息 是正的 晚安 我們明天見 哇 真是精神爽力 我們呢 昨晚睡了一覺 很好的覺 珍藏舒服 然後呢 來到呢 就是全人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 什麼啊 吃雜餐 沒錯 就是吃雜餐 那我們現在下去呢 看看這個早餐呢 看看夾蝙蝠 好high啊 它的早餐真的很棒 每樣東西都很美 首先呢 這個area就是 梳食的區域 這樣你看到呢 它是come from 這個牧津市場的梳菜區域 簡化都是白飯任莊 哇 明珍公 白買這個 我早餐最喜歡的 最重要 哇 鯨魚片任莊啊 旁邊是 烏冬 哇 哇 這個是我可知啊 好多豆腐 在凍魚 果然是充滿蛋白質的籃子 一來到立刻拿回 Trumble 8 是不是 好像很嫩啊 那個蛋 哇 好豐盛啊 嗯 嗯 八爪吹發 你看看 這麼大條八爪魚 嗯 嗯 嗯 現在呢 就準備出發跟大家說一下 日頭的大堂 日頭呢 超過萬 其實我覺得呢 大堂裡面呢 其實最吸引我的 其中一個位呢 就是後面這個 是的 升級的大堂的 招財蹈陣 全部都畫得很可愛 而且看完之後呢 心情都會變好 這個走廊呢 他們用了這個 章魚丸的設計 整個大堂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呢 它的空間感是非常之好 而且 大大的窗 坐在光度都非常之足夠 一進來大堂的左手面呢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地圖 那這個地圖呢 是做什麼呢 就是Go Kinjo Map 那這間酒店呢 他們就找了一些在地人呢 就介紹了這一堆 沒錯 就是在地人都推薦在附近的餐廳 其實這個是真的蠻好 因為有時候去到某一些飯店呢 其實我都會問前台說 附近有些什麼好吃 那他弄了這個地圖 問都不用問 跟著去就對了 這次呢 我們兩個就是開車過來 但其實呢 如果大家不開車的話呢 這裡都是非常之方便 它是有Certle Bus的 在正飯店的門口 就會直到USJ 跟著之後USJ呢 也都有巴士 就回來飯店 超方便 每位住客呢 都可以在這個corner那裡 就是拿回你的size的浴衣 跟著就可以很舒舒服服地去拋操 還有呢 我很喜歡他們的浴衣呢 那些pattern 全部都是一些大阪特色的 有河豚啊 章魚啊 還有呢 所以我昨晚發現了一樣的 我覺得是很貼心的 因為有很多呢 譬如 不是經常會穿浴衣 或者Kimono的人 都會搞亂左搭右搭 沒錯啦 他就是弄了公仔 很明顯 究竟哪一邊呢 是在面 很貼心 我覺得很貼心 我穿了很多 我覺得很適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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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